为了响应印尼数千名法官希望于10月7日至11日举行大规模休假的呼吁 国会副主席苏弗米表示 明天国会第三委员会将会与法官们举行听证会 国会副议长苏弗米表示 在理事会组建完成之前 国会将会与各部委和机构举行多次的磋商会议 其中之一是与印尼法官关于团结一致的听证会 会议将会由国会领导层主持 这是法官对福利和其他一些要求的愿望的后续行动 那么本次听证会将会在国会第三委员会会议室举行 早前印尼数千名的法官呼吁从2024年的10月7日至11日期间集体休假 因为他们不满不适当的工资和津贴 比如说我们与朋友们将会领导层主持 然后也有很多码导层主持 与主持人的联系 所以就一直在走 Langsung dipimpin oleh pimpinan langsung dipimpin oleh para pimpinan